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文欣晴Linus 不好意思 病了一個星期 病了七天 所以上個星期就沒有出片了 其實想跟大家分享的東西真的超多 而今天就想分享一個 我認為這麼久以來我介紹過的AI工具 是最瘋狂 最變態 最萬能 最...有沒有搞錯啊? 的一個工具 而其他東西就慢慢排隊 這件事真的很瘋狂 今天介紹這件事真的很瘋狂 所以大家真的要看清楚了 我今天介紹的工具就叫做 WebSIM.AI 簡單點說就是你打任何一個工具 他都可以做任何的事 是任何的事 很瘋狂 所以這件事最棒的是什麼呢? 首先他完全是免費的 其實他已經在線上一段時間了 就不是一個新的工具 但以前就沒有做得那麼好 但最近他越做越好 就開始有人說他 開始有人發現他的存在 所以我就想介紹給大家 首先大家會看到我開了一個網絡 然後我去到WebSIM.AI 裡面 他會出現另外一個網絡 即是他好像是一個在虛擬世界裡面的虛擬世界 所以在裡面全部創造出來的東西 首先大家要知道他不是真的存在 他只是存在在他們的網絡 裡面的網絡 這樣理解吧 我說下去大家會明白我說什麼 我們首先做一些很簡單的測試 然後就會開始再試多些 一路試究竟他的進階程度 複雜程度可以去到哪裏 好 講一次 我在這裡打個Prom就行了 我們看看他用什麼模特兒 首先是用了Sonic 3.5 Sonic 3.5 我遲些都會有一條影片去專門介紹Sonic 3.5 Sonic 3.5就是近來Cloud這個模特兒 為什麼我會說我遲些都會講Sonic 3.5 因為3.5的升級 其實比很多人認為是比4.0更加聰明 其實我有去玩過 其實都真的挺厲害的 但是我們今天不深入去講這件事 但是他自從可以用到Sonic 3.5之後 這個WebSim.ai 他就開始越做越多 好 我們不要說那麼多 我們直接試吧 我們試一下CREATE A SPACE SHIP GAME 那我就叫他做一個太空的射擊遊戲 好了 已經看到他有個Score 有個Live 我的Space SHIP在哪裏 我加一個Start Button 然後開始遊戲 好 多一個 好 有個Start 鍵了 我們按一按 Start Game 好 接著呢 我們可以動 我用鍵盤可以動它 按Space 鍵可以射擊 好 瘋了 好 瘋了 這件事 一個Prom 又做了一隻遊戲出來 好 很多人害怕 這件事 好 如果我們再改它 假設我想 我先找一個背景 我試一下在圖像那裏找一個 這個 我用這個 我就COPY一條LINK COPY LINK 接著之後呢 我去到這裏 我就叫它 代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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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它就放得太大了 這個解釋 再細一點 小一點 小一點 背景 這個 好像太細了 再說多一點 讓背景 配合遊戲 遊戲 我說得清楚 你還會這樣 給我 好了 我做不到它更美 我猜是關於圖事 我現在在沉迷 打電子遊戲 我們不去執著 這個關於背景 但其實它已經很厲害 直接打個Prom 給它 它已經改了很多 好 那我們再試 我們去到HOME PAGE 然後還有什麼可以試 CREATE A TIMER 好瘋 立刻做了 我要兩秒之後 就響 看得到嗎 1 2 它就立刻停了 它是不會響 我們試試看可不可以加 它會響 Make A Beep Sound When Time Is Up 好 2秒 開始 咦 它沒有動 有了 好瘋啊 好瘋啊 還有一件很有趣 如果你已經知道想做的 不是要花太多Prom 去做 你一講小小字眼 它已經知道你想做什麼 例如小畫家 例如你想做個小畫家出來 其實你可以就這樣打Microsoft.paint 即你當它是一個網站 這樣打出來 它都可以做到 它就會直接用了你打出來的東西 變成它這個網站裡面的網站 即是一個Virtual的網站 就在這裡 但大家記住 這個網站雖然它打HTDPS 但你在外面打是不會存在的 你去你自己的Chrome、Safari 打是沒有這個網站存在的 但在他們的WebSim裡面 你打這個網站 你就會看到 它就會出現一個小畫家 可以用Pencil、畫畫、Brush 可以調校顏色 例如我想加一個 加一個Tool 讓我選擇筆尺寸的尺寸 我想加一個這樣的功能 立刻有了 用Brush Size 好瘋 好瘋 試一下先 Brush 紅色、綠的 加到29 嘩 好瘋 好瘋 首先它做了這些東西出來的時候 其實可以怎樣用 老實說 你是不可以用在外面的地方 即是你不可以整個APP 下載下來 整個遊戲下載下來 整個小畫家下載下來 然後在其他地方用 放在自己APP 是不可以的 不可以這樣做的 但它可以怎樣讓你做些什麼 你可以給別人的連結 別人就會去這個WebSim裡面的網站 這樣可以用 還有一些功能 我直接做給大家看 我做多一個動作 我最後會做一次給大家看 我先簽證 我在這裡可以公開 然後那條連結我改過簡單一點 例如 我會記得的連結 Rainless Paint 這樣 例如這樣 然後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會幫我改了這樣的名字 Enchanting Waterfall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會幫我改 我沒有改 Anyway 我先把連結 copy 避用 待會我會給大家看 為什麼我要把連結 我把連結貼在這裡 這個就是Pink 讓我自己記得 然後我們繼續做其他事情 出去 它也可以做Excel 我們試試 Create an Excel App 它是生成出來的 它本身是沒有一個Excel的App 在裡面 讓你接觸 它是真的幫你生成出來 直接 這麼有趣 咦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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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 像Microsoft Excel 你有 好 讓它 更容易使用 現在連A1 A2 都沒有 好了 正常一點 好 那我就在這裡 150 200 這樣 假設這樣 我想 咦 Enter 是不可行的 其實可以再Prompt Enter 可以去Next Role 這樣 可以再叫它 假設我想這裡加個Formula 等於A1 加A2 這樣 假設這樣 是不可行的 是不可行的 我試一下再叫它 Act Formula Function Work 再試 100 200 等於A2 加A3 都是不可行的 好了 咦 可以啊 可以啊 是Enter 不可行的 立刻可以了 所以一邊加功能 一邊加功能 我現在嘗試添碼行空 假設我想做一個 懂得動的 標誌 我需要一個這樣的工具 我試一下看它做不做到 好 我試一下叫它幫我做一個工具 是可以給我 上載一個標誌 然後我按一個按鈕之後 它就會根據我輸入的一些 Motion 的選擇 它就會 變成一些 一顆顆的 particle 就會飛走 那我就嘗試叫它幫我做一個這樣的 看看它怎樣 好 它的介面比較簡單 可以令到它不簡單 但我不花時間在這裡 選了我公司的標誌 我現在給我選擇 Expulsion Input Tornado Wave Tornado Animate Logo 不OK 再改 好了 我再叫它改 我叫它改 原本的標誌 應該是resize 了 在 window 上看到 然後那個 animation 應該要快一點 好像Motion Graphics 就不是那麼慢 一格格一格格 這樣子 再選擇我的標誌 Explosion 也是試 Animate 好 終於看到了 嘩 嘩 好美的開展 哈哈 好了 我們又嘗試做網站 做網站 我覺得真的比較方便 我嘗試打中文 這次 做一個介紹 九個百科傳輸的網站 它就已經立即做了一個網站 好瘋 哈哈哈哈 好瘋 所以如果大家要做一些簡單的網站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做的 好 再製作更漂亮 先製作網站 製作網站 製作網站 即是UI LookMoreLikeYouTube.com 變了影音白科 叫做DogTube 好瘋 你看看 他用整個YouTube的Layout 去幫我做多一次那個 法科傳輸 我試一下 加一個 Language Icon 在 上方的右邊 可以選擇 英語語 在這網站 好 立即加多了一個Language Icon 有中文繁體 和英文 好 我按英文 看看會不會有效 圖應該是會載到的 只是今天應用的 有些問題 之前是會有圖出現的 因為都是他們自己幫我展示出來的圖 英文 整個頁面 立即變成英文 好 那我們試一下一些按鍵 Trending 有沒有發生 它是即時幫你再生成一個新的頁面 立即又有 有些按鍵已經可以幫你生成 有些 有時候你製作出來的東西 你會發現那些按鍵是不可行的 但那個時候你可以怎樣做呢 其實它整個頁面是可以下載的 如果在下載的頁面 來計算 就只有網站才會比較有用 即是這個按鍵 按這個墊咀 再按下載的網站 其實它是一個HTML HTML 它就直接給你了 但當然 它怎樣連結一些東西 怎樣連結到其他東西 這個真的要你自己本身 會做網站的話 你自己改回所有連結 你就要這樣做 因為它現在是一個Virtual連結 不真實存在的 即是一些銀行各樣 你自己都要去做 但已經是很變態 我覺得這件事 就這樣打一個訊息 就可以做這件事 好了 我最主要想試給大家看 有很瘋的事情是怎樣 有很多人可能會覺得 沒有用的 我就這樣做完一件事 如果你們只是自己在網站內 即是他們自己的網站內 才可以用得著 那我用來怎樣用呢 我又不可以拿出街用 首先可以 copy一條連結出來 那條連結 那些人就不是直接去 他講的網站 而是進去你網站內 這個網站 其實這個在某程度上 都是可以用得著的 某程度上 但如果你想做一個網站 我們要付錢功能 去連結你其他API的東西 連結你公司的其他東西 要有儲存庫 要有伺服器 要有member list 這些就不可以了 即是直接用它就不可以了 那可能要拿個 code出來 自己再連結其他東西 那還有一件事 我覺得很棒的 就是什麼呢 你可以建立一個 自己小小的小工具的地方 那好了 我們試一下 叫它 Create a window OS With black background 他幫我做了一個很簡單的 window的介面 有賣電腦 有 recycle bin 但按下去 咦 有東西 按到的 按到的 但沒有功能 還沒有功能 我可以賦予給他 那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 真的是我現在真實的時間 那這個start button 是有shutdown setting setting 都是沒有東西的 你可以一直加進去 好了 最好是什麼呢 剛才我們不是copy了 我們做的一個小畫 加進去 我找回小畫家的連結 剛才做出來的 那我就在這裡 再給你們遷 christ 帶一個在櫈 컬러檔 nenhuma 用��이在櫈 컬러 跟妳 Pu2 你選擇簽 팬 那 Heaven 就好 這如何做到 好 我可以在這裏使用 我們再嘗試再加多些東西 我們嘗試加別人做的 別人做的很有心思 這個人做的鍵盤做得很全面 我們也可以按它上面的按鈕 你可以看別人怎樣做 別人怎樣做 令他可以做到這個界面 我們都可以Copy URL Copy了 我們去我們自己的App 亦都叫他加上這個 An Icon for this App 我可以打開Pink也可以 可以兩樣東西一起做 我可以在這裏畫東西 同時在彈琴 可以選擇音樂 他有很多音樂 他很有心思 這個人 彈到曲 這個很棒 我嘗試做一件事 我看到有人做一個Drum Pad 他最壞是不能搜尋 不過真的不能要求這麼多 他免費 但其實他用Sonic 又用4O 其實他的成本都很高 所以我還未研究到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又不收錢 應該都是暫時的 因為他是有成本 他絕對是有成本 我可以選擇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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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全錯了 我可以選擇音樂 它沒有排位 有些問題嗎 哈哈 4Rows 你可以再進行 我們就先選擇音樂 就是我們的紅色 例如我想把這個加進去這個 我們是要當它是一個plugin 在網站上問號plugin等於 我們把我們那個放進去 它就會加在一起 將兩個加在一起 再加都可以 在後面再加n plugin等於你的address 那我們去到我們本身的方法 我覺得那個方法比較好 例如先把這個 我不要那個add 先減回plugin 我不要那個plugin 這個暫時正放上去的方法 這個呢 我就把它 好像剛才這樣 bookmark 我們bookmark 然後publish 再在這裡我改回 容易點看的名字 Strum 這樣 我再copy 再加上連結 放在這裡 免得不小心搜尋 不小心把其他東西 如果你曾經有bookmark 的話 就可以直接在bookmark裡面找 但剛才那個 Window介面 我沒有bookmark 可以在History找 我們剛才是WebOS 在這裡找的 我們就像剛才一樣 加上我那個 drum icon for 短一點 越短 它越弄得好 我不知為何它攪拌不到 它還在攪拌 它應該是攪拌出 挺漂亮的 好 那我就開了它剛才那個synth 調節 好 然後在這邊外面 我可以自己在這裏夾歌了 很搞笑 好 停了停了停了 我想弄到它再像這個Window Window XP 我們就像剛才那樣 找一個背景給它 這個 Copy Link 用這個背景 不見了Start鍵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慢慢刁鎖 加些什麼 減些什麼 如果你家裡的網絡 比較好 你去玩的話 應該會見到一些圖案 不知為何我看不到 我在家裡玩是看到的 圖案都做得挺漂亮 不要開玩笑 過去的日子 雖然AI這個世界 不是很久 這件事還是很新 但是過去這段時間 有很多事情都說 這件事做不到 那件事做不到 其實AI已經很方便 但是依然有很多事情 做不到一個網絡 不能打個禮拜 做到什麼 做到什麼 這個開始 你可以看到 已經有東西實現 是很瘋 如果大家有興趣 你可以去websim.ai 看看別人做過什麼 你就知道可以有多瘋 先看一看 Cornhub 這是什麼 看一看 哈哈 真是粟米的影片 粟米的影片 我叫Cornhub 可以再看看其他人 有些什麼 有些很特別的遊戲 他做到 你想不到的功能 Websim Prime Library 咦 有人做了一個這麼好的工具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 我還看過有人做了一些 例如 可以運用一些 code 的 engine 有人做了一些 這些 engine 所以這件事可以用來做什麼 其實你真的要完全開放 你自己的想像力 你認為沒有可能做的 你都要歸類 再嘗試一下 究竟這裡可不可以做 所以大家真的要玩 所以真的要玩 還有真的要想想 你有什麼想做 但暫時現在AI的工具 可能沒有其他東西可以幫你做到 又或者是比較複雜的東西 這個真的有機會可以幫你呈現你想玩的東西 好 大家自己上去慢慢去探索一下 還有提一提大家 現在暫時它是免費 而其實真的不知道為什麼它可以免費 你看到它用Sonic 還有用4O 如果它用API 都不是如果 也挺肯定的 它用API 就一定是貴的 它自己的成本其實都不低 所以是不明白 為什麼它可以完全開放免費 不但它是連一個升級的計劃都沒有 即是它沒有一個按鍵 如果你給錢又可以多些什麼功能 完全沒有這樣的存在 也沒有客服 沒有什麼 所有東西都是沒有這些存在的情況下 我是不知道它怎樣生存 所以我相信 接下來它會一會開始收費 一會就會沒有了 所以大家要玩 很快點玩 現在暫時再是免費的 好了 今次介紹這個WebSIM.AI 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其他項目想我講的話 記得留言 按一讚我的影片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好了 今天不講那麼多 我講了很多 下次見 拜拜